好,那今天的題目他沒有改,因為我來之前還不太確定題目這樣子 他沒有改,因為我剛才講說我剛好出一本書叫做 小指頭堂堂堂12年 這本書蘋果日報記者非常有興趣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寫的好嗎? 不是 有一個關鍵點 因為我這本書定價6萬塊錢 我沒有說法 我沒有說法 他為什麼有興趣,因為我定價6萬塊錢 這應該是中華民國出版史上最貴的一本書 為什麼訂6萬呢? 因為國立會補助我這本出版6萬塊錢,我非常的不爽 本來我不想出了 補助6萬塊錢出書一定是賠錢的 現在我們文創產業都在講產值 我講說我如果印1000本 然後一本6萬塊錢 我這本書的產值就有6000萬了 這樣不就非常符合我們文創產業的想像 對不對? 所以我為了我們 為了讓我國的文創產值再提升 所以我出了一本書 訂價6萬塊錢 所以余國欣叫我搬一箱進來 我怎麼可能搬進來 我現在手頭上一本6萬塊錢 結果我那天我剛上個禮拜剛印好 我要送給我一個朋友 他說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幫你買好了 我說你買不起啦! 我送你我送你 這樣子 就把6萬塊錢送出去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因為其實到今年已經第14年了 消耗堂廠從2000年開始做藝術村 我不知道我講這個題目 我告訴大家有沒有興趣有沒有聽過這樣子 因為藝術村基本上在台灣 我們台灣啊 很多事情的發展基本上都是 低歌倒菜的 低歌倒菜的就是竹子加菜刀這樣子 就是拼裝的拼貼的這樣子 比如說 我們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我們有古蹟 那我們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 不要講後色 基本上都是別人帶來給我們的 比如說 我們長期以來是外來政權 我們也都習慣了 我們長期就是移民 所以外來的統治者 他來台灣有某種特殊的目的 不管是貿易或是經濟的 那基本上在我們記憶所及距離比較近的 比如說日本時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狀態 因為他 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 歡迎光臨 他沒有感冒他也是預防性的 他是我的司機 請坐 對 那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文化資產這樣一件事情 在日據時代 基本上日本人在喬喬堂堂 喬喬堂堂堂 大家知道我來自喬頭 對 他在 這個 這個 補城 就是台南跟高雄港的中間 對 那高雄基本上是台灣第一個現代性的都市 高雄以前只有一個小港小港口 最早從齊心那邊 對 然後第一個開發的港是叫做哈馬星 哈馬線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們眼神 好像很厲害又很不厲害很莫測這樣 哈馬線基本上就是 冰海鐵路的意思 哈馬 Yokohama 你知道嗎 Yokohama 橫冰 行甘線 知道嗎 行甘線 所以哈馬線就是冰海鐵路的意思 所以 牛民船蓋的那一節鐵路基本上是 是窄軌的 那日本為了發展 他發展 日本基本上 佔領台灣 一百二十年前的腳武戰爭 今年台灣就是腳武戰爭 今年七合一選戰就腳武戰爭 對 我們要為台灣自己打一場腳武戰爭 不要中國日本再打 我們自己打 你是在預告嗎 對對對對 我是在預告 好 然後 這個 我剛剛扯太遠了 好 所以以前台灣最早發展就在台南那一邊 對不對 包括荷蘭人啊 包括 鄭成功啊 包括 青草啊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正港的 正港的 你們聽到嗎 你說這是正港的南主行 對不對 正港什麼意思 真正的 好的 不容之以的 正港 那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正港在 台南 富港在高雄 基隆也是富港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正港 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國來比 懂我意思嗎 好 那日本透過殖民地採用在橋頭設的一個新市場 那時候還沒有高雄市 那因為 會是在這個 橋頭的原因是因為傳統設計在台南 也沒有大量的土地 那唐業作為日本職產 新業重要的產業政策 他把它設在那邊 一方面 他透過這樣可以取得大量的土地 所以我們知道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打了四年的真台戰爭 一直到1898年 對 這個比八年抗戰 對我們來講還要更可歌可惜一點 與四個都是我們在周身 從北到南打了四年 最後一次大屠殺就在橋頭那邊 為了取得大量的唐業土地呢 他在那邊清裝 有六個村莊的聚落 大概兩千多人 十六歲以上的人都被抓去殺頭 對 那有一個 那個 牧師 長老教練的牧師 路過看到這個消息 然後他把這個消息帶到香港 所以這變成一個國際事件 後來日本人還賠償了這些受難者家屬這樣 好 這是1898年 真台戰力最後一次大屠殺 他就是為了彌平那邊的自愛 跟取得大量的自愛 那這一百年的發展 大家出生之後高雄就是全台灣最大的港口了 對不對 那唐呢 其實就是促使整個區域發展轉向的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唐業呢曾經占台灣外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那這樣的產業在九十年代呢 因為台灣的 在世界貿易的角色也好 或是我們長期忽略地方的文化資產的角色 沒有區域經濟的認知也好 這個東西呢很快 在九二年的時候 有一個全台灣最大的新市政計畫 就要開在橋樓堂場 然後把整個堂場毀掉下來 那時候呢 我們台灣在九十年代解嚴之後 五年到十年之內 台灣有很多樣的 這個各式的聲音 包括原住民運動 社區總體營造運動 或是鄉古文化運動 或是民主運動呢 就在那時候蓬勃的發展 那九零年代就開始有一連串的 去探討 透過這種基礎之下 在追尋說 什麼東西是屬於台灣的 文化的主體性的識別性的東西 所以 比如說 之前在做這個嘉義就監啊 或是你們的市議所啊 這種 所謂日治時代的建築物 或是街坡這些東西呢 其實到1995年 才被視為某種文化資產 就是以前國民政府來是覺得 他要掩蓋日據時代這個部分的實施了 今天改教科制度只是小事而已啊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國民政府來台灣的第一條文化政策是什麼 就是要把被奴化的台灣人 變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知道嗎 你們以前小學的課本都沒有說 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是嗎 你們可能沒有嘛 你們沒有嘛 因為你們比較年輕 你們沒有嘛 因為我們自權不及於香港 所以 他是用這種 威權的態度來看看台灣這塊土地這樣 今天台灣真正的最悲慘的 最慘烈的 這個殖民者其實是 中國國民黨 對不對 以前日本時代 我們每週還有四小時 上我們自己的母語課程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我們連四小時都沒有 懂我意思嗎 就全面的 要講北京話 結果我小時候因為我信蔣 大家都很尊敬我 因為大家都以為總統都只能信蔣 我小時候也覺得我自己是總統候選人 後來才發現不是 然後我講台灣國語要被罰錢 他們講這張國語我也聽不懂都不用罰錢 我那時候就對社會充滿了 不憤憤不憑 一個體律這樣子 為什麼這張國語可以 我台灣國語就不行這樣子 講他要被罰錢 這是我們經過的年代 所以九 九十年代開始 日據時代的 所謂的建築物 才被 比較健康的去看待 他做一種文化之產 那最近不是網路上都有 在流行那種什麼 以前那個 那個 我們火車站長怎麼樣 然後現在火車站長怎麼樣 以前這個街道長怎麼樣 然後這個街道長怎麼樣 我們才知道 日本時代台灣好漂亮喔 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其實日本時代是 特別是三十年代 台灣最富老 豐富 而且文化最發達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談 文藝復興 你要復興到哪裡 我跟你講你只能復興到三十年代 台灣真正的現在文明開發結果 都是在三十年代 包括你們現在的 你們嘉義的成城坡 懂我意思嗎 包括你們 我們唱的烏雅揮啊 懂我意思嗎 這些 歌曲 基本上都是三十年代 那大政民主期的時候 蓬勃發展 包括我們的街道 我們城市格局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時候 台灣跟現代化 有比較 日本吸收歐美文化 在台灣建過一個 完整的制度 跟城市的架構 包括今天的總督府也是一樣 對 國民黨說他哪有多仇日啊 他很現實主義的啦 對不對 那不然為什麼不把總督府拆掉 他怎麼那麼大中國是 第一個先拆總督府啊 韓國人就這樣搞啊 韓國人八十年代 就把他們總督府拆掉了呢 懂我意思嗎 台灣人哪有這種氣魄 國民黨也沒有這種氣魄 不要說台灣人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一個韓國同學 他說台韓斷交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緊張想要躲起來 我說你不用躲起來 他說你們不會打我嗎 台灣人不會打你啦 怎麼會打你呢 不要關心你走出來啦 台灣人一點都不在乎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說 他說你們 他說大事的時候他們都在做人 那時候他們經常跟那個 美國在那邊駐軍 他們經常在反抗這件事情嘛 你看人家的勞工運動 是智本啊 對不對 六部一貴參加WTO啊 對不對 我說你們那個高中生 幹嘛這樣 我那個同學長得很溫文如雅 他說他們 那個如果高三去補習班 都是最主要的功課就是 學做汽油彈這樣子 你看你們這些還在補習 考不到重考 學校那麼爛 所有人他媽都還在補習 做不濟齊 你們這些人 也許你們不是那群人啊 總之就是說我們整個台灣 基本上是屬於這種 這種文化繁起跟行動力 基本上相對來講是 相對於韓國來講 基本上是蠻薄弱的 對 那這跟我們 長期受到這個威權的壓制 原來韓國本身是一個民主 他沒有發展國族主義 跟土地認同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行動 基本上是不會 我們會覺得說 他們的行動非常絕對 我們的行動好像 相對就很軟弱這樣子 比如說 前天我才辦完金甘哲營展 Google一下金甘哲營展 那個 這一次第一次 有香港團隊奪冠這樣 然後我們一群電影人 就在談說 台灣的電影怎麼跳完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不要怪人家 當初韓國的電影 基本上整個戲院 也是被好萊塢壟斷的 但韓國的電影人是怎麼做的 他們不是拜託你補導金多一點 拜託你怎樣申請劇本 你要不要增加預算啊 所有電影人到他們的國家的 國會裡面李光彤抗議 沒有這個戲片 一直在講台灣獨立 對不對 嘴巴講究贏 人家如果真的比較厲害 讓人家統一是怎樣 不然你們就沒辦法 對不對 對不對 電影人只會講 怪說文化都怎麼樣 文化一生都不夠 夠又怎麼樣 夢想家都出來了 夠又怎麼樣 懂我意思嗎 夠也輪不到你們 對不對 我們 當然如果不知道 是沒有用的 我講那麼多 重點是要回到醫生 所以因為 那個計劃之後呢 因為那個行私人計劃 要把整個喬喬廠廠 摧毀掉 所以我們那時候 因為有地方解嚴 跟 台灣社會開放的基礎 跟地方文化工作的基礎 每個地方 全台灣 那時候有成立一千多個文史工作室 包括那時候 大家也就是 比如像高雄 比如像財商會 愛河啊 或者是說美農啊 大家也就是 或是現在 屏東縣執政的 像藍色東南園這些團體 包括那時候 在搶救舊 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九十年代 那時候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 面臨一個新世代的問題 今天我們的敵人 不是 共產黨 也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美國人 而是好像隱藏 在一個全球經濟體系 底下 正山勾結的一個 新的團體 這樣 對 比如說 我曾經反省做個問題 我們的經濟方式是 比如說糖廠 一個糖廠 它是一個區域經濟中心 因為它生產糖 一個糖廠 大概有八百個到一千個員工 旁邊有很多鎮蟲 對不對 當然我們這個產品 在國際競爭價格 這個失利的時候 比如我們糖液價格降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怪農民的生產 根本是沒有經濟效益 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就覺得說 把它拿來化作 比如說大股案 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 最近還在搞 對不對 你如果是一個正山勾結的集團 你怎麼會那麼笨呢 你可以說的保障價格多少錢 一公斤到你保障價格多少錢 化成住財區多好賺 你如果是一個決策者 你不會這麼做嗎 一分地本來五十萬 不好做建立的話 一瓶至少十萬塊錢 會不會算 假設建立十萬塊錢 一分多 一瓶十萬塊錢 一分大概三百瓶 三千萬 然後農地一分 如果比較好的 可能一百萬而已 一下子就跳三十倍 這種經濟方法 你不會算嗎 所有人都這麼算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生產空洞了 區域經濟沒有真的生產來源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的土地不斷的被賤賣 不斷的被都市更新 然後不斷的新市政開發 不斷的科工區 不斷的工業區 但我們生產 基本上我們沒有新的生產 但是所以 年輕人失業找不到就業 但是我們的房子 卻不斷的上漲 為什麼要不斷上漲 因為金融體系跟政商集團 他們勾結在一起 我是商人 你政府叫銀行借錢給我 我去把地起來 然後你說 我一個新市政道路從這邊開過 所以你先去買土地 然後土地就漲了三十倍 我不要賺很多倍 我賺十倍就好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 為什麼好像 那些經濟數字 是建構在這種狀況底下 所以我們所有地方產業都空洞化了 我們環境不斷的 城市集中的決策者 不斷的 透過壓低價格 然後不斷的 把廢棄物請到農間裡面去 然後透過金錢 去把我們的區域經濟裂解掉 這樣子 所以 他就透過補助的方法去補助 然後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 為了選舉選票的時候 融化起來 我舉個例子 古巴雪茄很勇 大家知道嗎 古巴雪茄一隻可以賣一萬多塊錢 你知道嗎 台灣的地理氣候跟古巴是差不多的 我就問美濃的朋友 為什麼你們不做雪茄 雪茄一隻可以一萬多塊錢 為什麼你們不做 雪茄一隻可以一萬多塊錢 那古巴的電影不是說 那歐巴桑 他都是 用這樣在錄雪茄 他就有油脂 那種歐巴桑大腿的油脂有沒有 然後那個男人抽起來 就特別有feel有沒有 因為他都是 那種女人大腿的油脂 然後一邊聽說音 所有人在那邊捲煙草這樣 然後一根雪茄可以賣一萬多塊 來到台灣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做不出雪茄嗎 因為我們就是被殖民的產業啊 我們就是代工產業啊 當初大批的菸農 都只能做九號菸業 沒有辦法自己做菸 為什麼 所有技術知識全部都被壟斷 政府保障收購 他通過威權保障你收購 所以農民是沒有自主權的 你的稻米價格壓低 然後鼓勵你用肥料 肥料價格是政府決定的 所以五六十年代 農村的剩餘勞動力 就被壓迫到 城市裡面去做廉價勞工 懂我意思嗎 因為貨幣經濟掌握了一切 誰可以去撈錢 所以 當我們面對你在談 產業轉型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回到地方經濟 我跟你講你沒有經濟 地方沒有經濟自主權 沒有去捍衛這個自主權 對不起你就不會有權利 懂我意思嗎 今天美農要是一根菸 可以種一分田 收成可以五百萬 你覺得年輕人不會搶著去種田嗎 還需要讓博碩士生回去種田 才會成為新聞嗎 我還需要農債條去改善我的 說我農村很貂壁 然後透過錢去改造你的農村債生嗎 上個月我去佐政啊 佐政大家知道嗎 以前我們讀書都有北京人 佐政有佐政人 大家知道嗎 兩萬年前就有人 所以他說 我們是皇帝的子孫 絕對不要被他們騙人 我們佐政兩萬年前就有人 全世界 如果要這種學 我們都是尼安德塔人的後代 都非受人的後代這樣子 這種很莫名其妙的論點 佐政那個地方非常的 都是那種那個月世界的地形 二地形這樣 他那邊啊 因為農債條例投入了一億多 在山上 這樣看 以前佐政不會淹水 你想要在半山要怎麼會淹水 山上怎麼會淹水 大家可以想到山上會淹水嗎 山上淹水下面不就回了 那我們要照諾亞方舟的 為什麼淹水 因為農債條例 原來要做農業經濟拯救了 去把它做硬體建設 然後硬體建設是什麼 去綁莊角 比如說你是村長你是議員 然後我給你多少錢 那沒有錢就一定要做工程 所以你看過年你們是不是都到處都會鋪馬路 你不要以為過年前大家 想要洗新鮮就鋪一下馬路 讓大家過新年了 不是過年前趕快消化預算 你趕快達到工程館去 趕快把它處理一下 所以現在佐政因為一億多的農村 農村再生條例現在會淹水 因為它把原來的水路全部都擋掉這樣 然後把原來農民種的樹全部都砍掉 然後種新的樹這樣 然後土石流就不斷的流下來這樣 當我們區域經濟裡面那個主體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的後果這樣 那我們會做 藝術村基本上是一個陰錯陽差的狀 也不是說陰錯陽差 是一個 當下的現實條件裡面一種選擇這樣 譬如說 堂廠大家知道有多大嗎 一個堂廠 以前 日本人在堂廠基本上是一個工業園區的概念 就是說 它有生產區 有行政區 有活動區 然後有素素區 有學校 有醫療 它基本上是一個完整的社區 還最近要上映的佳農 你們家裡的 你們家裡的 幹什麼 很多人家裡的 我們橋樓堂堂堂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那一堂堂 那個佳農 進入日本職棒 名人很像吳郭 叫吳昌貞 那就是我們四龍國小打球的 為什麼 最早日本要推廣這種國民運動的時候 包括台灣為什麼打棒球不踢足球 這也是 你看第三世界國家要踢足球 為什麼我們打棒球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世界盃的時候我們沒那麼瘋狂 然後那個打棒球我們就很瘋狂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不流行棒球 香港很流行足球 為什麼 香港不流行棒球 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是英國殖民地嘛 對不對 中國也不流行 為什麼我們這邊那麼流行 就 那個傳統亞洲三強是哪 哪三強 它叫中日韓 基本上台日韓 對 那這剛好都是日本殖民地 然後 因為這些的農業殖民地都是選美國的 我們都是選美國的 我們的農業經濟模式都是選美國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種 所以當初最早的 我為什麼講說那胡波是在喬糖很打球的 因為那時候有四大糖業公司 民治治糖 大日本治糖 沿水港治糖 跟台灣治糖 就像現在的四大金控一樣 懂得意思嗎 我們台灣銀行當初成立就是因為 日本政府 它叫國家資本主義 政策 去融資給企業家 然後協助企業家取得土地 跟遠路聊 跟鏡頭 對 所以 台灣的糖業會有今天的結果 我剛剛講了 我剛剛講雪茄的問題 跟糖的問題是一樣的 你知道台灣的糖是全世界品質最好的 這不是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這樣講 是因為台灣的風土氣候條件 當然我們現在超級市場可以看到 沖縄的黑糖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琉球的黑糖進口到台灣對不對 你就很奇怪明明我們都會最好 我為什麼進口日本人來 價錢貴三倍我們再買這樣 然後我們說糖業沒希望 不然我問你什麼有希望啊 你只能讓台塑拉耳朵 然後每天看郭台銘那個 那個尾牙花多少錢 然後什麼抓他們的內奸 然後什麼貪得無厭幾百億 然後在海外資產五千 對不起說不好了 幾個安裝 好像跟我們很遙遠 距離那麼近 然後六千就可以說 幾個議員他收買了 幾個立花園他收買了 然後這農民那個魚撈 然後去種田 他說那個東西對台灣的GDP又沒貢獻 GDP貢獻給誰 剛我屁事啊 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我們如果不重視地方產業 你如果沒有發 我跟你講沒有地方經濟 你就不會有地方文化了 你很難形成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當初為什麼各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的私藝所揭秘啊 或是我們街道 你看陳文波那時候畫的嘉義街道 跟公園有多漂亮 他的有個區域經濟做一個基礎的 你才會發展出不一樣的各式的文化的 但是這個東西在戰後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被裂解掉的 這二十年來我們才重新找這些東西 所以 在這種 國際形勢或是我們國內政治的狀況之下 他們很輕易就把這個堂長 也停場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一千多人就失業了 就像現在換成ETC 這些人就永遠失業了 對不對 然後鐵園就永遠荒蕪了 然後台黨去種樹來拿國家的補助 你看頭到我怕他了 然後這些人去開交友站 虧交友站 去開亮飯店 虧亮飯店 去蓋房子都是被告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國家資產就任由人 這些人這樣玩 然後你不要看到台黨老扣 六七十塊這樣 他一天一個月你六七萬 然後 沒事虧錢 他說對不起今天我們沒有獎金 但是我們有績效獎金 1.4個月這樣子 你聽到一個笑話嗎 賠錢賠 一年賠兩三百億 然後他一年到年底 你還有績效獎金啊 你們這些好手好腳 大學畢業的都沒有感覺這樣子 有感覺就覺得說 沒辦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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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嗎 你像台糖那些人 他們放著我們資產 不管然後 去做這件事情 他一個月可以領六七萬 你知道嗎 他對產業沒有貢獻 台糖可以去養豬 去開亮飯店 當初這個資產是為了發展 假設那時候有國家目標 是要發展糖業的 然後他們現在搞這種事情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他們一個股東這樣子 然後那個董事會在報告 然後一個股東就很不高興 說我們去年虧了一百五十億 今年虧了一百二十億 這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你知道他媽董事長多聰明 他是要跟他講 這位股東你不要這樣想 我們去年虧了一百五十多億 今年虧了一百二十幾億 你要想說我們今年等於賺了三十幾億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國家的財務 跟我們地方的經濟 這是我們新世代要面對的問題 不管他是好或不好 對 這就是我們接收的現狀就對了 好